供烟服调整来了 来看看都改成怎样吧 首先是慈善家的调整 原来的手电筒沉没效果修改 现在变成了只需照射0.8秒 即可沉没监管 沉没状态下监管无法使用技能 并且在5秒内 如果再次被沉没 则沉没时间将会减少 并且强光不会给监管附加沉没效果 估计晕眩没有修改 这里还有一个沉没触发条件的修改 光的照射范围变得更广 这一点不知道对强光眩晕有没有效 第二个是咒术师 当咒术师附近12.7米有队友时 传猴的速度减少35% 意思就是以后黑妹陪跑就更难了 第三个玩具商的加强 加强后的玩具商弹射的时候 受机不会打断弹射 主要是为了增加玩具商的容错率 感觉也可以接受 第四个囚图的增强 现在囚图在放电场外 都可以实现自动充能效果 但充满需要60秒 另外自身破译速度 在连通电路后再增加5% 第五个野人的增强 骑程的瞬间将获得80%的怒气 并且冲撞监管后 双方的后摇增加0.25秒 这相当于加强了野人的辅助能力 同时 骑程时间被削弱 从原来的65504035 变成504030 机械盲下调到25% 整体的话 个人牵制能力变弱 辅助微微地增强 第六个杂技演员 优化了拉回的判定 这个只能说 玩过杂技的都知道 拉回非常的难受 最后一个就是飞轮的调整 开局CD增加到50秒 冲刺期间无法交互 直接来了个大销 个人感觉对第一个招鬼的人有影响 后续的感觉意义不大 真正的交互冲刺还是比较难的 以上就是本次 贡言符求生者调整情况 除了黑妹和玩具商影响比较大 其他角色感觉半斤八两 飞轮的话 就见仁见智的了